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依然非常纯洁的小命令 我们并没有发展成一个十八进频道的异象 我们只是要和大家谈一谈精神分析理论在文学中的应用 啊 弗洛伊德就是神经病 首先 精神病和神经病是不一样的 一头摔倒在地上 摔了个半身不随 这是摔出了神经病 一头摔倒在地上 伸展开四肢 开始爬行 把自己当成了壁虎 这是精神病 弗洛伊德研究的更多的是精神病 第二 精神分析理论不只研究精神病 它可以被应用于所有人 包括你和我 第三 精神分析理论是由弗洛伊德创始没错 但精神分析理论大于弗洛伊德个人的理论 你把荣格 拉康 阿德勒 还有弗洛伊德的女儿 安娜弗洛伊德 都不算人了吗 为什么精神分析理论会被应用到文学中呢 因为精神分析对于人的行为是有很大借鉴意义的 而文学作品本身描绘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 那么对于文学作品中的现象进行心理分析 可能会让我们发现作品人物表面下的深情次动机和寓涵的意义 从而让我们深度挖掘本本的内涵 那么弗洛伊德作为一个心理学家 他的学说为什么会被应用到文学领域呢 俗话说得好 不想当厨师的司机不是好士兵 福老先生并不只是一个心理学家 他的著作除了我们熟悉的《梦的简析》等心理学著作之外 还有很多文艺论著 比如作家与白日梦 托斯托耶夫斯基及士富等 他的文艺观是他精神分析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弗洛伊德本身对文艺也有着极大的兴趣 而且我们必须承认 他的精神分析法为文学和心理学架起了桥梁 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解读文学作品的崭新角度 所以弗洛伊德究竟说了点什么呢 首先是他关于心理类型模式的思想 他认为意识有三个层次 潜意识、意识与潜意识 这里我们就不对这三个概念展开解释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戳这里阅读 后来他又提出了心理过程的结构模式 把人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 本我由先天本能和欲望组成 是人格中最原始的部分 按快乐原则活动 自我而由本我分化而来 是通过知觉意识机制 被外部世界修正过的那部分自我 在出生后开始发展 调和本能冲动和外部世界的张力 按现实原则活动 超我从自我内部分化出来 压制本能冲动 是道德化的自我遵循至善原则 睡着的你们行行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解释一下 本我是 啊 我现在很想喝奶茶 自我是 不行 又忍住 不能喝 奶茶让人肥胖 他不健康 超我是 当我喝奶茶的时候 射向的另外一个小名 还在心情的劳动 我这样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怎么对得起我们共同的付出 怎么对得起我们对于本学同感共苦的热爱 一般情况下 三者处于平衡状态 而若三者发生冲突失去平衡时 则导致人格异常或精神病 而晚年 弗洛伊德又将本我修正为两类 即死亡本能和生存本能 这都是人类动物性的表现 前者是一种回归无稽状态的倾向 常常表现为破坏和毁灭的冲动 当它转向机体内部时 导致个体的自责甚至自伤自杀 当它转向外部世界时 导致对他人的攻击仇恨谋杀等 而后者则是同维持个体生存 以及绵延种族有关的最广义的性本 他追求自我满足不顾社会和他人 提到生存本能就不能不谈 弗洛伊德可能最出名的概念利比多 也就是性本能 弗洛伊德是范姓论的提出者 他认为一个人从出生到衰老 一切快感都直接或间接的与性有关 一切行为的动机都可归结为性本能的冲动 人格的发展过程 即性心理的发展过程 而且性欲的这种决定作用 并不只局限于个人 甚至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 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禁忌法律都针对性欲问题而产生 社会宗教道德的起源都是性 艺术不过是性欲升华的结果 当然关于弗洛伊德的主张 是否是真的泛泛而谈的泛性论是有争议的 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性或者说情感 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确占了主要的地位 以上我们提到了两个大方向 第一弗洛伊德关于自我本我超我的理论 第二和死亡生存本能的理论 都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应用 比如《批评家·卡佛尔·考莲斯》 在深入研究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名著《喧嚣与愤怒》后指出 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有三大段描写细微 视角新颖的内心独白 这就是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影响的证明 作品中的本杰明的一段自言自语 可以看作是源自本我的翻版 昆丁的独白反映了他的自我意识 加三的独白则是超我的表现 如果把这三个人物的表白加在一起 都可以对应福洛伊德有关人格的三个层次理论 而诗人艾瑞特的长篇诗作《荒原》 也可以应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 作品开头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 生活在荒原上的人们在极度的空虚和绝望中挣扎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顾一切的去追求爱与性 艾瑞特借助大量的读白对话描写和隐喻 诗意的向读者展现现现代的人们如何渴求满足本能 也就是信誉 这和福洛伊德的理论不谋而合 在下期视频中我们会介绍福洛伊德对于文学的最大困难 治好了哈姆雷特的拖延症 能治好我的拖延症吗 嗯 鉴于哈姆雷特拖延症好了之后 就去杀人了 你自己看着办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小朋友脑 如果有任何想法建议您的问题 都可以放在下面的留言区里 小朋友脑希望营造开放自由的讨论空间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讨论恰恰和学习中 每天喜欢文学对应 我们下期再见吧